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说起水库,相信很多小伙伴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三峡吧 不错,三峡的确作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水力工程,而为世人皆知 不过在我们国家还有一座水库,虽然没有三峡那样出名 但就它的景色和宏伟程度来说,绝对是毫不逊色于三峡的 这座水库位于厄玉碗三个省交界处的大别山腹地 淮河之流史河的上游 足落于素有着红军故乡,将军摇篮梅玉的安徽省金寨县县城南端 景色秀礼,烟雨朦胧 说到这儿,相信有的小伙伴已经知道这是哪座水库了 没错,它就是梅山水库 这座水库始建于1953年 据说前期建设是中俄合作完成的 后来由于中俄矛盾,俄国不再参与建设 因此水库后续的绝大部分工程都是由我国自主完成的 但鲜明的俄国建筑风格还一直保留在水库上 整个水库的坝高88.24米,全长443.5米 是我国建造的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坝 基于那个年代的施工条件以及施工设施 要想建成这样的大工程,可想而知,究竟是有多么的困难了 不过梅山水库建成后,这里的风貌彻底发生了改变 如同脱胎换骨一般 湖水闭透,微波荡漾 库区风景,美不胜收 甚至吸引来了大批的游客前来观光 如此一想 至于建坝时的艰难,总算是得到应有的报偿了 看着梅山水库烟云缭绕,如同仙境的景色 小伙伴们有没有心动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